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把行动管制令的法规详细写了出来 所以大家是不能两个人出门 现在已经写下去了 出门不能超过家里的10公里 然后关于开店到8点10点不能出门 这些没有在法规里面有 但他有一个条文是说 哥多本阿拉可以出 可以出台 他的小法规 所以也是要遵守 所以这些宣布了 我相信他们内部都会出 所以这些必须要遵守 法规详细的条文 我也有截图放在那篇文章之中 大家可以去看 我也把它翻译成中文 跟自己一点的分析 然后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新限制令说离家不可以10公里 所以一个问题来了 很多人的IC地址 并不是现在住的地址 包括很多去吉隆坡打工的北漂 我们其实不叫北漂 叫中漂 南南南部人北部人去吉隆坡做工 马来西亚叫中漂 在中国在台湾可以说北漂 但我们是中漂 这些中漂族很明显 他们的IC没有换 都是本地的 所以就产生出一个疑问 我会不会被抓 警察一看我IC说 我跨州来的怎么办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我给大家的意见 就是带上水电单 水单或电单 证明我的家在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已经抓紧 抓紧这个行动管制令了 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刚才许多人问我 如果我是去看医院要超过10公里 或者是我要去很远的地方 有一位朋友说他要拆线 手术了要拆线 要去250公里之外的医院拆线 因为附近的医院 Clinic都不敢给他拆 因为他的手术是蛮严重的 怎么办 我就说你去拆线 你有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你去那么远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去警区 附近的警察局 哪一个通行令会比较好 免得你跑了200公里 他叫你回家 你不是欲哭无泪 所以最好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第一个要讲解的就是 如果你的IC不是你现在的住家 记得带上你的水电单 你不要跟我说你住这间家 连水电单都没有 这样子是很荒谬的 你被警察抓也是活该的 你住这间家 不管是你租来的 你跟朋友共住的 还是你自己的家 你没换地址 水电单是基本的东西 一定要有 也是可以证明你的位置的情况 不要认为你 你跟警方说我是 我忘了换IC 他就会放过你 有些警察军人 他们执行的时候很松 那就没有问题 但有些是非常的严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赌 因为你 一不小心他出了 一不小心被抓 你就浪费24小时了 24小时是一定他扣留你的 之后会不会延长扣留 我们不知道 现在已经有近千人被抓了 这几天有非常多人被抓 因为部长首相也说会严格的 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所以我给大家的意见 如果你要出去买东西 在车上放一张水电单 来确认自己的住家 然后第二个情况 是我要称赞政府的 就是他说 如果你在你要跨州去很远的地方 有你的理由 比如我爸爸妈妈在很远生病了 我要去照顾他 我现在要回去 但不在那五个理由 很明显我是不能出去的 因为不在那五个理由之内 五个理由我就不说了 说了很多次 那你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去附近的警察局申请 之前要去县最大的警察局 警区总部申请 我们叫IPD 每一个警区都会有一个IPD的 所以就变成了群聚 很多人赶着去排长龙 所以这样是很不好的 所以政府也聪明了 也改进了他这个错误 我们应该给他站场 他做错我们骂 做队我们给他站场 他现在宣布是附近的警察局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远出远门 有你的理由 我呼吁大家去申请 而且是去加附近的警察局 Ponto Police 就是电屋的那种警察局 可不可以我不知道 但是警察局肯定是可以的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 刚才有一个读者跟我说 他去申请 那个警察都还不知道这个法规 我就马上回复他了 这个在马来西亚情况非常普遍 包括我之前也讲过 很多法律下来的底层执勤的警察 是不知道这个法律的 所以明明可以开店的 他们也去开罚单 我上一次直播有讲到 明明可以 罗里应该给他过的 他们也不给他过 因为他只是要做他的工 他也不知道法律 他也懒多去查 所以这就出现了 他们超额执法 超出自己的权力去执法的情况 就是没有根据法律来执法 当然这样子是不好的 所以我呼吁大家 如果要去警局拿着封信的话 警察跟你说 我们没有出这样的信 没有 你就给他 你把那个我刚才截图出来的 那个法规 复印出来 打印出来 给他看 你看 你看 这个法规已经监制了 已经现报了 马来文监制叫瓦大 已经现报了 请你给我这封信 我已经来了 如果你们真的不给我 那我就报一个案 你当场报案 警察不可以拒绝你的报案 你说几月几号 我来跟着这个瓦大的法规 所以要拿一封信 因为我什么什么理由 要去见我的 要去要跨州去找我的父亲 什么什么理由 可是警方说 他们还没有这封信 所以我现在报案 十八代录像 我现在报案 就是报案 是为了录像 来 然后把这张报案书 带在身上 你驾车出去的时候 给警察看 不是我没有去申请 是警察还没有准备好 不能给我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方法 我特地就是要跟大家说的 因为刚才确实有位独有女生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也谢谢他 把他遇到的情况跟我说 我就说你 我马上就回复他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 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发生 我之前也说过了 所以很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时要做出教导警方 当然你必须很有礼貌 很respect他们的教导 不要跟他大脚伸 记得我之前说的 执法人员 他们有时会超额执法 我们要体谅他 因为他现在压力也很大 也很辛苦 薪水也不高 所以我们要体谅他 但他超额执法 我们要好生好气的跟他说出来 而且如果你辱骂他 你羞辱他 你是犯法的 大家清楚 记得这一点 至于犯什么法 罚款 怎样 在我前两次的直播 一条一条都有分享出来 所以我这里不重复了 然后物流的问题 我现在讲一下 现在管制令升级 物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其实物流就是全国 马来西亚的命脉 就像我们血管理的血液 非常非常的重要 血液就是要全身流动的 物流现在面对的情况 就是两个情况 所以很多可以开工的产业都停工了 因为物流不到 罗里不能走 原料不能来 他们的货品出不去 然后很多菜农被迫把菜丢掉 因为没车来载 或者是很少车来载 所以现在面对的情况 就是物流的情况 我特别再说一次 这个其实我之前说过了 物流现在其实面对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就是刚才我说的超额执法 执法人员不知道确实的法律 他们看到罗里来就说 你不能走你鬼 他懒得去查你载的是不是Essential的东西 是不是食物 是不是原料 是不是这些有开工的产业 需要用到的东西 他们懒得去查 直接就叫你回去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实是不关政府的 是商业考量 因为在木头 在泥沙 在家具 在其他东西都不能载了 只有载那几个Essential Service 所以跨州的运输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这些运输商 罗里公司的老板 他们只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空车来 再再载回去 就浪费了一趟的路程 在没有管制令之前 他们会先把 从吉兰丹 比如我们说吉兰丹到冰城 吉兰丹 冰城要的东西 就从吉兰丹载过来 他收了一趟车钱 再从冰城载回去 这个冰城厂家 叫他载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赚两趟车钱 现在变成 他很难赚两趟的 他只能空车来 再再回去 所以变成很多老板也不愿意走 这个是商业的问题 我们就怪不得政府了 所以我特地说一下 主要是这两个情况 所以政府必须加强他们的执法 加强他们的宣导 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了 因为影响真的不是普通的大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影响了我国方方面面 变成很多工厂 要开都开不到 这个 这个不是我信口吃黄 是我 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朋友给我的消息 所以我才会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 然后在借阅的市集 昨天马上就很多人分享说 另一个废财部长就是安娃穆萨 巫统的总秘书 也是一个蛮废的人 他昨天就说 灾界越市集照跑 他不会去跟新加坡的情况 他特地拿新加坡来讲 因为新加坡是很多保守派马来人的敌人 他们认为新加坡的马来人没有地位 所以他特地拿来讲也是为了击赚政治资本 你看新加坡连这个都cancel了 我们回教徒要吃饭很重要的 Ramadan的东西你也cancel了 所以他特地拿新加坡来讲 他的目的其实是有在这边的 提醒大家我们巫统会保护你 所以我们会给他继续走 然后昨天就很多人问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也有私讯我的 我马上就回复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会悠转 也确实悠转的 今天这个安娃穆萨就说 哦其实还没有定案的 我们没有说吉隆坡的一定会跑 是还没有讨论 还没有讨论 还没有决定 他已经悠转了 所以大家放心他已经悠转了 很多州包括雪兰儿 包括玻璃市都取消了他们的巴扎 拉玛丹这个我们必须给他 呃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巴扎拉玛丹是几时开始4月24号啊 我们的行动管制令如果没有延长 但延长的机会很大了 如果没有延长是到14号 14号到24号还有10天 所以有人说那时都没有 如果管制令没有延长都没有管制令了 那我们应该给他嘛我们不应该限制自由 这是错的啊就算没有延长 我们也不能马上恢复行动 因为他如果没有延长 唯一的原因就是开始下滑了 感染的人数已经过了高峰期已经开始下滑 开始下滑就表示我们的隔离令已经奏效了 所以感染的人数已经 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可以给你外出 但是你不可以马上就去看电影 马上就去逛街 马上就去市集 马上就去群聚 马上就去办喜宴 马上就去办聚会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是确诊的 这个病毒是传染很快的 他马上就会传播出去 结果第3波第4波第5波就会来了 所以就算行动限制令已经撤除了 也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群聚 这点我们大家自己必须要清楚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个行动限制令已经非常的惨了 我老实说有很多中小企业 我很多客户是中小企业的 都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决定 给公司倒闭 因为租金一个月一两万块 大家算一下 租金一个月一两万块 给工人的薪水一个月五六万块 这个只是小企业 大概十来个员工 一个月就要五六万块了 然后还要EPF 还要Soxo 还要电费 还要 水费 还有各种各样的支出上网费 这些招牌费 所以他们都决定给公司倒闭 这是真的有中小企业的人跟我讲 他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非常 切实的利益计算 如果他的公司是没有 欠款或者是他收不回来的钱不多 他宁愿这一个月的 十万两个月就二十万 他不给宣布公司倒闭 公司倒闭了 他连supplier的费用也不用给 不是我不还 是公司没钱还 所以 他宁愿把这十万二十万收起来 开罗另一个公司 东山在一起在疫情过去之后 也不愿意去博 去留下这间公司 因为 未来太不明朗了 至少有三家公司跟我这样子说了 他们 应该会选择这样子做 所以 倒闭潮不是危言耸听的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 千万千万不要再延长 千万千万不要再有大爆发了 大家肯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非常的 重要 我们能不能熬过这关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很多护士在说的 我们在前线 警察在前线 记者在前线工作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乖乖的待在家 所以请大家做好这一点 然后最后一个 再说最后一个课题 之前先说派发食物的 派发食物 今天我看到新闻 其实我昨天说有人问 上一次直播说有人问 是不能的 NGO 你要申请 所以今天我看新闻他之前说 内政部长说申请他们不会通过 不会给你 但今天他悠转了 他说你来申请 我们会给 但是有条件 就是必须是熟食 必须去食物 然后必须做好防护措施 所以 他们会考虑会通过 所以NGO可以去派食物 但是前提要去申请 跟我上一次直播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知道很多NGO想要去帮忙 但是也要确保自己不犯法 这点非常的重要 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现在我们有看到很多风村 新邦人 有两个春风 雪兰额有一个春风 然后 风楼 One City 雪兰额的One City 整栋楼 封了 其实现在政府在做的 包括吉兰岛 他们自己 封岛 因为 他的岛也小 他自己封岛 不让外人来了 其实这些就是中国 我之前有讲解过的 四个情况 就是 封城 封国 小区封闭市管理 跟紧急状态 其实这个就是 小区封闭市管理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直播 小区封闭市管理跟封城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中国 真正有用的是大多数城市大多数地方在用的都是小区封闭市管理 并不是封城 真正封城的其实就是 武汉跟周边几个 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小区封闭市管理不会像 中国那么有效率 因为中国一个小区是几十栋甚至上百栋的公寓 里面就有几万人 但马来西亚一个小区像我住的达曼就三百户 一户是四人的话也才千二人 我的旧家 整个达曼才一百个屋子一百户 才四百个人算起来 所以你看我们封一个达曼封一个村人数少 然后我们的范围是比中国一个小区又大了那么多 更别提 甘邦 你看新巴林那封一个甘邦里面才三千多人多么大的范围 整个 所有这么大范围 整个甘邦里面才三千多人 大家可以去地图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为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很难实行 全国都实行小区封闭市管理 其实最有效就是小区封闭市管理 把大家绑成一团绑成一团 一团里面有一个人出事 这一团就戒严 其他的继续 所以其实这个是最有效的方式 这样子也可以把 Economy 就是 经济 跟社会的损失降到最低 因为他还可以出去工作 他可以去买东西 只要这一团没有出事就可以了 如果这一团里面有一个人感染了 那就整个团 都被封闭 但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子做效率很低 所以不能全国性去做 只能针对性的去做 现在针对性就是对红区 有非常多的感染 他才这样子做 所以你看 呼应了我 大概一个月前 我 我分享这四个的差别 我说为什么马来西亚不适合做 只能针对性的做 是大概一个月的事情 我不是马后炮现在才来说 所以现在 这些在做的就是小区封闭市管理 但 我们马来西亚像我刚才说 很难做到全国都做 虽然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只能针对 疫区的 集中地来做 这是他其中的理由 很多人问会不会封城 会不会封城 包括 我今天彩排 大家记得明天看我三点中国报的直播采访 会在中国报的脸书专业 也会在我的专业有分流过来 大家记得去看 包括他今天我们彩排 我第一次彩排 给人彩排 第一次有彩排 彩排他有问的问题 也有问到这个我国会不会封城 包括很多读友也问我 我之前也发了很多次了 我说过封城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马来西亚城与城之间的边界 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跟中国不一样 武汉跟附近的城市 湘阳这些他们的距离 是很远的 有一个八分钟 然后是人员稀少的 因为中国的人都集中在城市里面 马来西亚没有 你看 Negeri Sembilan Seremban 芙蓉的人 Nilai Nilai的人 他们工作都是去吉隆坡的 大多数 所以每次南北大道会塞 你封 如果你只是封吉隆坡 然后Seremban Negeri Sembilan解封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也不能去工作 你比如我的家乡 Pekananas 如果你封了新山 解封Pekananas 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要去新加坡 要经过新山 然后很多也是要去新 如果不是马劳 也要去新山工作 购物看电影也是去新山的 甚至吃麦当劳 以前笨真还没有麦当劳 现在有没有 我不知道好像倒了 我听说有了又倒了 要吃麦当劳都要去新山 所以你看 在马来西亚 你封城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所以政府也很聪明 虽然很多人一直呼吁封城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的看法不一样 封城是没有意义 没有效率的 很浪费能力资源的一个事情 我们政府 也还好 没有去做这个笨的事情 去封城 现在开始做小区封闭式管理是对的 但是小区封闭式管理 非常耗费资源 你看新帮林南 那两个村就要多少军人多少警察去 确保没有人乱乱走 乱乱外出 甘坡里面一间家跟一间家 随时是几百米的距离 我以前是住在甘坡的 每次骑着一辆摩托车去甘坡里面都封 所以我非常熟甘坡的情况 所以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局限 为何很难封城很难有效率 然后为什么很难做到全国的封闭式管理 封闭式管理就是一个甘坡 管一个甘坡 然后每一个甘坡会有 这个甘坡可能就是这个甘坡的管理人 警方会授权给他们一些权利去限制小区的出户 住户的进出 每一户一天只可以有一个人出门 然后会有一个通行令要盖章要签名的马来西亚很难做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就讲到这里 好 好 好